荔枝肉的做法 3.在锅中放少量凉水,并放入料酒,一勺白糖,一勺白醋和少量的盐,水开后用生粉勾线 4.将炒过的肉片放入锅内,放入浸泡过的蜜汁,搅拌几下,再淋上花生油即可出锅 总结,1.将肉片腌制15分钟,蜜汁肉切成两半,浸泡在淡盐水中 2.将肉片放入锅中翻炒至,颜色由红变白后捞出 3.在锅中将水并放入调料,水开后用生粉勾线 4.将肉片放入锅内,放入蜜汁,搅拌后淋上花生油即可